来介绍一下荷兰的德哈尔城堡 这个是荷兰最大的城堡 最早在14世纪的时候建成由德哈尔家族拥有的 后来因为没有男性传给了一位伯爵 然后这位伯爵和很有名的银行世家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位千金结婚了 在他们结婚后重新修建了城堡 设计师还曾经试剧过阿姆斯特丹火车站 还有国家博物馆的 所以是很厉害的 城堡缘分的楼梯还是蛮简陋的 看一下里面的大厅 一楼大多是一些会议室啊 或者聚会的大厅 然后也有到处都有很多 各个国家的古董 城堡里面的房间功能齐全 这里应该是洗头发 然后美容的地方 从二楼看还是蛮壮观的 而且每一个雕像都不同 因为是有钱家族 所以也收藏了很多古董 这是清朝的屏风 感觉都是真欲雕层的 看完里面之后就出来了 这座桥也是蛮特别的 风超级大 所以我把视频观尽音 不然就会一直听到呼呼呼呼呼呼的声音 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红色的窗子 窗子也是它的特色 好了短短的视频就这样咯 这就是荷兰最大的城堡 拜拜 多多点赞关注 优优独播剧者 李宗盛